人家伦 这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字 而嘉伦只是他的一名而已 通过这一个节目身份证的暴露 大家知道任嘉伦的本名 同时也见证了他国超的另外一面 有时候大家觉得任嘉伦和任国超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在生活中的任嘉伦会用上任国超这个身份去演绎在生活中的 他是一个老公 也是一个妻子 更是一个儿子 他肩负起家庭的重任 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我在拍戏当中的任嘉伦是一个艺人 他肩负着角色的演绎责任 在他两种身份切换的时候 我们早就爱上了这个向上的男孩 他的一切行动都在证明自己在努力 他的努力也不负众望 最后取得了一定成绩 希望他将来可以出现在更多的领奖舞台上 为自己的努力喝彩 粉丝看来应该是按照身份证来的 嘉伦只是一名在这一次的央视春晚小品上 任嘉伦用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去参加 而这一次也让全国观众知道了 任嘉伦只是一个艺名 而他的本名叫做任国超 总的来说 在喜欢任嘉伦这条道路上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喜欢上了任国超 任国超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少年 而任嘉伦更多的是展现角色给大家 他在两者身份的切换上 毫无违和感 也正是如此 他才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多鲜明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订阅